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针对劳基法修法争议,新政院上午10时召开记者会,面对外界对劳基法第34条质疑,新政院发言人徐国勇表示,劳基法34条只是用采取轮班制的劳工,而轮班制的劳工如果没有换班,至少可以休息12小时,三班制甚至能够休息16小时,不可能少于11小时。 唯一有弹性的是换班的衔接点,不过这弹性会在之后补回来。 徐国勇在记者会上说明,劳基法34条有个很重要的前提要件,企业采取轮班制劳工,这是大前提,若该企业未采取轮班制,就不是用34条非轮班制的劳工。 一天若上班8小时,未加班,休息时间就是16小时,若加班顶多加4小时,一天最多只能上12小时,超过12小时就违法。 徐国勇说,如果是两班的轮班制一天至少休息12小时,没有只能休息8小时的问题,若是三班轮班制,基本上都不会加班,上班8小时,这样至少休息16小时,休息时间不会有少于8小时问题。 徐国勇说,三班制有换班问题,如早班换到大夜班,中间只能休息8小时,这就是例外,在前接点之间才可能出现例外的8小时。 不过这样的换班并不会很频繁,可能一个星期一次,两个星期一次,虽然只能休息8小时,但后面会补回来。 其中会有一天24小时的放假,他强调,劳基法34条不会让劳工条件恶化,这都是误会,还能让劳资双方更有弹性。 行政院表示,劳动基准法第34条有关休息时间间隔制规定,所规范的是企业采取轮班制制劳工,并且限于工作班次更换时,例如上一班次未早班,下一班次更换为中班,班次之衔接点,之于非轮班制,例如固定朝九晚五工作者或属于轮班制,但班次没有变动者,并非这项条文规定之对象。 相关新闻 松岛劳工期休一新政院周休二日原则不变,但有例外。